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很有帮助 潜意识和噩梦被主医治 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或者普通的情况 其实我们的潜意识是影响着我们 是会走出来的 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容易被人冒犯呢 为什么有些人人撞一撞去就会发大脾气呢 为什么有些人说句话就会立即受伤害呢 因为它里面的潜意识是藏了很多伤害 那我们今天就会讲一下 如何可以得医治 也都因为这个潜意识 很多人就会有噩梦了 在讲这个信息之前 首先我讲讲现在的疫情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其实现在这个数字 我现在显示这个 今次我看新闻已经高了 应该是277万确诊过案 而我看回全世界的数字 其实每天增加的确诊数字是有8万左右 有时7万的有时8万 虽然有些国家真的有居家令 令到那个疫情是比较受控 但都不是完全受控的 很少国家好像香港那样 现在我们的数字是非常低的 这个是神的恩典 但有很多地方他们是非常困难 真的有很多人被感染 也都不知道是谁 那四围走是有个危险性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疫情不会这么快走 当这个疫情不会这么快走 大家看到这里有什么影响 影响经济 影响前景 影响人的活动 还有人的生活会摇动 还有学业事业受影响 也很重要一件事 这是世界末日的先兆 因为今次的疫情比任何以前的情况更加严重 之前的SARS 只是受影响的主要是香港 大陆和台湾 但今次有200个国家和区域受影响 而且很多地方是不懂得如何处理 所以情况是会比较严重的 也是告诉我们圣经所说的 末日的先兆之一就是瘟疫 我们基督徒就要预备好自己了 不是说死了死了 怕了怕了 怎样算呢 而是耶稣说挺身昂首 靠着耶稣站立得稳 就算将来一个日子 真的有一个日子 我们感谢主 现在疫情未去到最严重的时候 将来一天的疫情可能严重到 你连出街都有问题的 去什么地方都有问题 因为圣经说到瘟疫可以很重要 将来现在这个疫情未去到这么严重 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第一要做什么呢 自己站得稳和神的关系密切 时时亲近神得力 不是去埋怨 因为知道圣经说了 将来是会有这些瘟疫的 第一就是信仰稳定 第二就是作美好见证 因为很多人需要拯救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们告诉人们 圣经说了是有瘟疫 是有扰乱 是有饥荒地震 很多这些事情发生的 有敌基督出现 那我们就要预备好 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 去接受耶稣的救恩 相信耶稣的救恩 并且跟从耶稣 不是只是信 是跟从耶稣的人 就是说信耶稣 但是完全没有跟从的 他就是信心是死的 帮他们信耶稣 和跟从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 是信耶稣 但是信耶稣 一定会有果子 就是会跟从的 所以在这里 我也讲一讲 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世界 快要去到耶稣 回来的日子 也有另一句说话 世界末日快到 不过不是 这个不是最后的疫情 这个不是最后的疫情 圣经说的最后疫情是更加严峻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有信心 不要怕 而是我们什么时候 都有神保护我们 我们听神的话 神会保守祝福我们 希望我们 就是说 我多些为主作见证 在末后的日子 做主的见证人 去荣耀神 好了 那今天这个主题 讲到潜意识 对于我们今天有没有帮助呢 首先我讲一讲 就是从这本书 《轻松得胜》 如果你未有 你可以跟我们讲的 里面讲到处理垃圾 开头的部分 活在神的爱中 祂的供应和计划 接着处理各种问题 人制问题 罪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然后今次讲到潜意识 潜意识影响人是很深的 其实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 为什么有些人 这么容易冒犯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困难呢 因为他里面受了很多伤害 没有去处理 我们今天就希望帮到大家 寻找我们的潜意识的问题 然后去清理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是一朝一夕的 你需要每天去留意 我有什么潜意识的问题 今天出现 大家看看这个图 好像冰山浮在水那里 意识就是我们知道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有个潜意识 是我们不知道的 就是好像很简单 比如有一个人 甚至是医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最近有一个牙医 我都不记得哪个国家 他走去开枪杀死人 结果警察追捕的时候 将他打死了 牙医 他的意识 他懂得做牙医 懂得很多医学的东西 不过他潜意识 是有很多的伤害 这里有什么伤害呢 有批判 逼别人骂他 他里面藏了很多受伤害和愤怒 或者被人拒绝 别人不喜欢他 或者贬低 或者攻击他 接着他自己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会害怕 会自卑 会担心 会有伤害 我问一下大家 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批判呢 被人说你没用 你蠢 你什么都做不到 拒绝 不想跟你聊天 不跟你做朋友 或者贬低你 你没用的了 或者攻击我们 我们都有 那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呢 有没有害怕呢 有时候 哎呀死了 我很害怕跟那个人说话 我很害怕 为主作见证 我很害怕做什么 有什么事我们会害怕 或者自卑 觉得自己没用 又会担心 死了 不知道怎么办呢 里面也有很多伤害 其实人人都有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去到天堂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但在今世我们就尽量靠主 越清得多垃圾 那人越开心 我希望大家都想开心 对不对 你想开心呢 我们需要清理垃圾 有很多人呢 好像在铁笼里面生活过 我没有家没有铁笼 他的铁笼是什么 是伤害 他以往的伤害 他永远笼罩着他 他出不了来 这个就是因为人不懂得怎么出来 或者他以为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圖 有一个成人 然后他想起小孩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他都不知道 他小时候受伤害 这个伤害未被医治 以后他就容易受伤害 这个就是潜意识的观念 就是说他小时候受了伤害 或者以前受了伤害 就藏在他心里面 一直在影响着他 进入这个潜意识的过程是怎么样 第一 人的伤害性的话语和行动 对他说一些不好的事 做一些不好的事 接着他受了这个伤害 他就没有彻底处理 然后就重复入这个潜意识深层的记忆 再一次被人骂 再一次被人伤害 再一次被人拒绝 再一次入 每一次入 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骂完 伤害完 晚上哭呢 当你哭的时候 那些忧伤就进入了 一直藏在心中 哎呦好惨好惨 就重复进入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伤痕 这样就会成为这个潜意识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以往的经历 就藏在潜意识里面 心藏在这里 而这个潜意识是影响生命的 影响整个人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开心呢 有些人开心是表面的 我试过访问不同的开心的人 我说你里面有没有不开心 他说有 其实有些很开心的人 他也有些很不开心的经历 他表面开心 不代表他里面开心 最好我们能够轻松 真的里面外面都是完全的轻松 我可以说人人总有一些潜意识的问题 不过我们处理到多少 好了 上面的图就是说被人家伤害 接着后面他就说我没用 没有人爱我 我经常失败 这个就是潜意识入了深层里面 针言十二章十八节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就是说被人说话 很浮躁说话 就好像被刀刺了入心 还有针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幽伤的灵死骨枯干 就是说他幽伤以至他整个人的身体都枯干 就是说原来伤害会入心 以及会令到身体受伤害 好了 这里有两个方向 左边就说这个人的伤害或者幽伤 可以长期影响一个人 如果没有被医治就影响人际关系 接着有两条路 上面条路是什么呢 没有信心沟通 没有关心人的心 就是哎呀 糟了 我不敢和别人聊天 我害怕 我什么都不敢 下面呢 只是在教会找安慰 容易怀疑人 出口伤人 就是说只是我想人安慰我 还有他是不是有什么动机 又容易伤害人 就是原来人当他受了伤害 他是会变成一只战猪 他有时会变成一只战猪 他会刺人的 我们有没有试过刺人 因为被人刺得多 有时人是这样的 被父母罵得多 我不是说父母对子女是非常好的 但是总是有些人的罪性在那里 好了 自己被父母罵过 然后有时有意无意 我们是教导子女 但是教导时又会找些发泄在子女身上 这就是说他的伤害 将他变成我形容就是战猪 他会刺人的 但其实子女有刺人的 其实人人都是互相刺人 我们求主帮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彼此伤爱的家庭 能够因此欣赏 在里面有更多的医治 好了潜意识有问题 又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表现 这里大家看到了 容易受伤害 很容易人家说他什么话 都不是说他就很容易受伤害 有什么提议他立刻 你不要我做 我走了我走了 有很多反应 很容易负面 什么都说 哎呀死了不行了 哎呀我要自杀了 我不行了 又容易怀疑人 人人都说我不好的 又会为自己辩护 跟他说些什么 即是说不是啊不是啊 你那个错了 谁是坏啊 即是辩护了 很难相信神的爱 也都常常都会有恶梦 有恶梦呢 都是显示里面 都是有一些未清理的 潜意识的问题 其实呢 这些大家听到都知道 其实我们个个人人都有份的 好了 那么潜意识的问题 需要被医治 是需要被医治的 因为潜意识的问题 那人就觉得 哎呀我不聪明 不够好 不够美 有自卑感 这样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而圣经说什么呢 针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保守我们的心 不是只是保守思想的 是保守里面那种感觉 就是你有什么事发生 立刻呢 哎呀我好惨啊 哎呀我好凄凉啊 那种自占呢 都是要保守的 需要医治的 不是只是说 我怎么想 有些人说 你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我让人都很好啊 他口就说很好啊 因为他的思想说我应该好好 但不是代表他里面好 他里面可能有很多伤害 原来我们在里面留意到有什么深层的问题 我用一个例子 一个实际的例子 以前在我的教会 我们就试过一次聚会 那个教会主要是青年人的 当时我的目标是传呼音向青年人 我就去学校派一些传单 请他回来教英文 教弹琴 补习功课 有些学生回来聚会 我有一次就跟大家说 因为台前放了一张椅子 放了一张椅子 放在那里 我跟大家说 如果将来你看到一张椅子 就请你把它拿到下面 当时有一个女生就立刻说 她说不是我放的 我都没有说谁放的 我都不计较谁放的 我只是说你们看到 麻烦你放下去 但是她因为 习惯了她家人什么事 当然是说她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件事 有什么坏的当然是你的 有什么做错的当然是你的了 所以她一听到 张椅子放下来 她立刻想到 牧师在说我 我完全没有想到她 我完全不是在想她 但是她就会 觉得别人说什么 就当然是她的 是她有份的 这就是潜意识 心层里面觉得 人总是说我不好的 大家如果发现 在里面总是有些东西自己自动弹出 这就是一个潜意识的问题 我们需要管理的 我稍后会讲一下如何处理的 而当这个人心藏很多善良 喜乐 平安 他就流露出爱了 但是如果他的心藏着很多伤害 他流露出什么呢 自怜 负面思想 哎呀我想死了 哎呀我不行了 或者甚至是想伤害人的 有时人被人伤害也都会想伤害人的 所以马太十二章三十五节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就发出恶来 他心里传着很多忧伤怒 他就会弹出这些忧伤怒 那我说一下睡眠呢 这个图很有用的 我解解睡眠是这样的 左手边的入眠 看得到吗 然后每一个循环是大约过半钟头 至110分钟 初头有浅睡 最左边大家看到浅睡 然后入深睡 一层一层入深睡 深睡是很重要的 深睡做什么呢 修复身体很多的细胞 以及建立一些抗病的细胞 所以如果睡得少是容易冷 容易有病的 睡得少或者睡得不好的人 没有深睡 他就容易有病了 我们初期这个 晚上开始睡觉是最多深睡的 这个就是早期 接着就会翻出来的 很奇妙的 我们的睡眠是神设计的 不是这样睡了就睡了 是有一个循环的 然后到大约过半钟头 他又会回到浅睡 回到浅睡就有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 英文叫R.E.M. R.E.M.就是什么呢 科学家发现人睡觉和动物睡觉 这个发梦期是很重要的 这个快速动眼期很重要 就是处理里面的情绪 原来睡觉两天做 一个就是处理身体 第二就是处理情绪 遇到的伤害 然后这个快速动眼期 初头睡觉是短些的 然后慢慢 但是修复身体的时间 那个心碎就少了 就是越晚就越少了 然后那个动眼期就越长 这个就是什么呢 首先睡觉 第一样搞定 就是身体的修复 然后修复情绪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情况 然后我又讲一讲 如果一个人受伤害 当日刚刚受了伤害 他会怎样呢 你有没有发觉那样东西 你一睡觉很快发恶梦 大家有没有试过 很快发恶梦 为什么呢 他已经不入到心碎了 他一很快就去到快速动眼期 因为他有很多情绪要处理 身体就会调教 他就立刻 那些发梦 其实将那些人的忧伤 冲击 减弱的 不过他依然 如果天天都这样冲击 他是受不了的 是会将它减弱 所以睡觉会好些 就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处理里面的情绪 不过呢 如果我们 天天不处理好 只是靠睡觉 不行的 因为有些人 天天都是这样睡觉 他一样可以有 情绪问题 有精神问题 但这个是神创造 我们懂得自己在里面处理 那我们想说什么呢 就是原来一个人 越是处理好 平稳安静去睡觉 然后呢 你睡觉越好 你越多修复 身体修复 情绪修复 但是如果一个人 整天都怀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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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的 还有睡觉之前 猛地打手机 猛地看电影 然后呢 先睡觉呢 他的情绪就会波动 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看电影看得很晚 你睡觉发觉 是猛地乱地发梦的 如果你觉得是平静呢 你的发梦是没有那么乱的 那乱的发梦是代表什么呢 乱的发梦就是说 当时的思绪很复杂 情绪很复杂 尤其是晚上很复杂 很复杂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后果 所以我们需要 如果你想潜意识健康 我们需要 在晚上的时候放松自己 轻松祈祷 思想神的话语 赞美神 平静一点 不要慢地看电视 看到最后那一刻才睡觉 而是多些去安静一下自己 日后也都 有些时间去安静一下 运动 就不要时时 只是很冲很冲 我们人都需要很冲很冲的时候 做事很快的事 但是呢 我们需要休息的时间 而且就算你很冲 心情都尽量放松 原来潜意识和情绪是影响睡眠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 你可以询问我 因为这个呢 我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解释 一个复杂的东西 很简单的说 只是说情绪 当日的思绪和活动是影响当日的睡眠 睡眠受影响就会影响我们的潜意识 然后呢我们有不同的老电波也很有帮助 这个老电波大家可以用英文字 而蝙蝠是Bet 加个D在后面 Bet 首先呢 就是Beta Beta是什么呢 B呢 就是最活跃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就是Beta 这个老电波就是B 然后呢 平静 当我们坐在那里 摊在那里 就是Alpha 然后呢 差不多睡着觉的时候 是Theta 差不多睡着觉 T 或者刚醒的时候 然后D就是睡着觉的时候 这四种电波有什么重要性 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需要有B 就是说你有活动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活动呢 那个人呢 就会 就是好像一只猪一样 就是不懂得做事的 整天都是躺在那里的 那是不健康的 我们需要有B 不过我们需要有A 如果整天由早到晚都是很紧张呢 他就没有这个 休闲的时间 休闲的心态 如果没有休闲的心态 潜意识一定是很紧张 很不开心的 我们需要这个休闲的时间 有一些安静下来 休息一下的时间 以及心情放松的时间 所以当你做很多事情 譬如参加 洗澡 或者亲近神 你就试试 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有些人祈祷都是这样的 神啊 快点帮我 很惨啊 他都很紧张 我们试试在祈祷的时候 就放松一点 神啊 你在爱我 你在帮我 你跟我一起 有些人祈祷都很紧张 因为他怕着神不帮他 但是圣经说 我们真心的讨告 神一定是欢喜的 因为你未求以前 神已经知道 所以我们不用祈祷都很紧张 我们祈祷就说 我们神很爱我们 那人就放松了 以及θ t 差不多睡觉的时候 就是思想入潜意识的时间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在临睡之前很平静 他的潜意识就会藏了很多平静的感觉 但如果他临睡觉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在激气 他就会把不好的东西进去的潜意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原来我们临睡之前 让自己平静 对于我们的潜意识是非常重要 对于整个人的健康非常重要 我们就尽量放下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人的问题也可以 我们改不了人的了 很难改人的 我们改掉自己 不要让他影响 我们心里平稳安静 他怎样都好 我们不要放在心上 那人就会没有那么受人影响 睡觉之前就会平静安稳 好了 当一个人有控诉、伤害、人際问题 负面思想、负面情绪、自卑感 就会在梦境重演 有些人因为经常被人欺负 发梦也是被人欺负 他日常被人遗弃、伤害 他发梦也是被人遗弃的 有些人觉得考试很紧张 发梦也经常考试不行 这些在梦境里面出来 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有一些意识 还未处理好 而圣经也说 我们的事务影响人 我们需要做事 不过我们要有平衡 传到书5章3节 事务多就令人做梦 言语多就显出愚昧 第7节 多梦和多然 其中多有虚幻 你只要敬畏神 就是当人事务多的时候 他会令他会发梦 然后多梦和多然 都有很多的虚幻 亦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最重要是敬畏神 敬畏神 神就会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这里讲到我们的梦境 都是在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部分 是我们需要处理的 而任何的潜意识和情绪 都影响了整个人 他的免疫系统 消化系统 脑部 心血管 皮肤 呼吸 荷尔蒙 排泄肌肉 神经 什么都影响 所以越是不开心的人 越多病 你发恶那些 经常都说头痛 腰骨痛的人 很多都是情绪有问题的 很多都是 会有发恶梦的情况 好了 我们知道人有这些问题 首先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平稳安静的神 神有很多事情做 不过神在天上不是很紧张 有很多事情做 很多人未得救 神不是这样 神是很平稳安静 祂能够做亿亿万万样事 同时祂是很平安很轻松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何神这么厉害 不过祂是这样 我多谢神 如果神是一个很紧张的神 你发觉有些人做的神就很恶死的 我们的神处理世上所有的事务 每一个人的心中 基督徒有神的感动 但依然他是很平稳安静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这么好 我们欣赏神多些 很多人都发觉亲近神 就带来平安 证明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 证明神是带给人平安 有些人拜假神 他发觉越拜就越发 噩梦是被鬼责 即是说他带来不是好的后果 所以你听到有些人有鬼责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 耶稣可以给你平安 或者有些人 其实今天的信息 可以作为传福音 如果有些人经常睡不着觉 又不开心 又发噩梦 首先你自己处理 你自己的睡觉 你的潜意识 你跟他分享 我现在信耶稣 人平静很多 我现在睡得好了 我希望你用这个传福音 其实从人的需要和状况 传福音 是比较就这样说耶稣有效的 为什么呢 你就这样说耶稣 他觉得和他没有关系 你说睡觉他有关系 他情绪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 他知道有关系 那由那些东西入手 是更容易把耶稣带给他 就是耶稣会在这些事情帮到你的 还有我曾经说过 在这个 《星火飞腾》 和《恩与之星》 都有很多见证 很多人有很多问题 耶稣改变他 也有很多人说 当他在信耶稣那刻 他呼求耶稣 忽然间有一种很大的平安来到 就是我们的神 是一个平安的神 医治的神 以赛书来一章 一到三节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 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稣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吸谦卑的人 差弃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秘老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第二节中间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第三节 起来由代替悲哀 赞美医代替悠伤之灵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猜显我们出去医好伤心的人 我们要传好信息 但我们都医好伤心的人 很多人都伤心 首先我们自己医好 你说我这极都医不好 总之有进步 我们就感谢神了 其实不容易医好 因为人总有很多挂虑 我们学习 越放手 越平安 越能够改变人 我们一直有改变 我们就可以分享给人听 神如何医好我们 我们就去帮助人得着医治 得着安慰 能够被老 很多人被那些情绪捆绑 被人际关系捆绑 我们将耶稣的安慰 带到祂那里 有喜乐油 和赞美衣在祂身上 很重要 以耶和华为乐 很多人相信耶稣 就觉得很多要求 很多压力 当你想到压力 就会很惨 我想问大家 当你想到吃东西 是不是觉得压力 是不是觉得 哎呀 我又要吃东西 不会的 煮饭可能有压力 煮饭可能有压力 但是吃饭不是压力 为什么呢 吃饭是有东西吃的 享受的 有些人觉得 祈祷是有压力 哎呀 又要祈祷 但是你另一个角度 祈祷是得力的 好像吃饭那样 吃饭是舒服的 是不是 祈祷就好像吃饭 拿神的恩典 神的爱来到我们身上 神的祝福来到我们身上 这样你的心态就不同了 所以祈祷不要想着 哎呀 我又要祈祷 又要看圣经 又有神的话语 可以叫我饱足 我祈祷又可以轻松 以耶和华为乐 神叫我平安喜乐 真的好了 多谢天父 神给我的食物真的好了 神给我的健康真的好了 他说多谢天父 什么都感谢天父 就是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有什么后果呢 这里 诗篇37篇第4节 就说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好吗 原来你以神为乐 经常都说 多谢天父 那些树木真的漂亮了 多谢天父 那些食物真的好 多谢天父 神给我平安 又感动我 带领我 那人就会有平安喜乐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赐书58章14节 更加美妙 他说什么呢 你以神为乐 是高于普通人的 你以耶和为乐 你的生命就流露出福气恩典 你的恩典就临到人身上 你就是成假这个地上 祝福这个地的人 即是说原来很重要 我们要记实 我们亲近神 不只是求 而是同神有一个密切关系 享受神的爱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生命被提升 原来亲近神 享受神 生命就提升了 享受神 以神为乐 我们就会提升成一个 丰盛的人 有丰盛的人 有丰盛的生命 希望大家都常常记得 原来我们亲近神 最重要就是以神为乐 让我们可以享受神 生命被神提升 而这三种祈祷 是帮助我们的 希望大家听过 是真的去做的 就是说 我们有代讨的 但是这里这三种 是说到 是亲近神的祈祷 第一就是恩典 经常宣告神的爱 神的祝福 神的陪伴我 第二种就是敬拜 恩典的祈祷 就是由上至下 神在爱我 神在照顾我 敬拜的祈祷 就是由下至上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感谢你 我喜欢你 我祝福你 我欢喜你 是由下至上 然后互动的祈祷 是什么呢 我一边祈祷 我知道神很喜欢 我放了一幅图 你看到一幅图 那个女孩 看着耶稣 就很开心笑 耶稣又看着他 很开心笑 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一个互动 我们一爱神 神就很欢喜 圣经说了 如果有人爱神 神一定爱他们 一定祝福他们 神为爱他人 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所以我们深信 我们爱神 神一定很欢喜 所以这个互动的祷告 我们爱神 神一定祝福 人就会平安起落 这种祈祷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时时赞美神 神现在很开心 神现在在拍奖 多谢天父 不是我们够好 不是说我好聂 不是 而是神的本质是很美的 神的本质是非常美好 他一方面很有智慧 但另一方面好像小朋友 那么单纯 你一亲近他 他就很开心 好像小朋友 那么开心 但他是很成熟 神就是能够又成熟 又单纯 他是很美丽 所以我很喜欢神 我希望大家都喜欢神 你喜欢神就会以神为乐 这三种祈祷是帮助我们的 好了 接着我们说最后最重要 如何带来潜意识和恶梦的医治 之前我们说的是亲近神 亲近神是最基础 但是如何医治呢 臨后十三章十一节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 很重要的是 受神的安慰 就是说 承认我需要医治 我需要安慰 我接受神的医治 有时有些人 他就会很容易找牧师 牧师我有问题 我需要你帮助 或者找其他基督徒帮助 但有些基督徒就不是的 你问他怎样 很好啊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他自己又发脾气 又发烂 在家里有问题 他又不会找帮助 他都不会承认我需要帮助 那么我们学习 我需要帮助 我需要神安慰我 医治我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 我很想被安慰 好了 现在我们处理不同的问题 一个很常有的一个问题潜意识 就是不被爱 我相信大家都有试过不被爱 觉得 家人爱自己不够多 周围的人爱自己不够多 同样家人都觉得你爱他不多 其实大家都一样 我们不是说家人错 而是我们自己都错 但是我们因为人不爱我们 我们就会觉得 上个图没有人爱我 被排斥被孤立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 诗篇27篇10节很漂亮的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当你觉得人家遗弃你 你就念这个金句 就算父母离弃我 其实父母很少离弃我们 不过这里特别说到 就算父母离弃你 耶和华也会收留你 耶和华也会照顾你 你就可以经常去宣告 就算有人为弃我 神也会照顾我 就算有人不理我 神也会照顾我 就进入深层 神经常看着我 经常看着我 祂陪着我 祂安慰我 这样我们就得到安慰 诗篇139篇第5节 祂在我前后环绕 我按手在我身上 大卫这个大卫的诗篇 他跟神关系好 他经常知道神在一起 所以他亲近神的时候 他经历到 神叫他心欢喜 他的灵快乐 肉身安然居住 这个诗篇16篇 这里也说到 他知道神在他前后 环绕按手的身上 这些经文告诉我 神永远爱和陪伴我们 祂永远都爱我们 陪伴我们 我接受神的爱 就可以饱得神的爱 我可以享受神的爱 人人都需要爱 我爱人的时候 更加得到爱 我有神的爱 我又爱人 时常把这些观念放在心中 神看着我的 神在服侍我的 神永远陪伴我 爱我 祝福我 我接受神的爱 我就充满爱了 而人都需要爱 所以我得到神的爱 就要爱人 帮自己 我是被爱的 常常说我是被爱的 我们的思想可能 未必立刻相信 但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是被爱的 又说收留我 又说陪伴我 慢慢你的心 就会多相信神的同在 还有当你祈祷 得到安慰 赞美神有安慰 神现在在陪我 祝福我 这个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 经历到神的同在 就加强我们的信念 对圣经的信念 神现在在陪我 祝福我 就入了深层 临睡觉之前 神在陪我 神现在在祝福我 神跟我一起 尤其 我有时祈祷 我都问你们 大家有没有觉得平安 这是神带来的 当你在祈祷 或者亲近神 或者睡觉 那时在想着耶稣 睡到上床 最好在想着耶稣 很平安 神在祝福我 神现在在陪我 这样 神的安慰就会陪着你 你就会觉得我是被爱 慢慢你就会说 我是被爱 我不是被人遗弃的 这些都是需要重复重复处理 直至爱的内心 深信神真是爱我们 好了 自卑感 很多人都说 我考试 差一点点 合格又不行 我真没用 跟人比较 被人比较 不及别人 但圣经说什么呢 诗篇139篇16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灭的日子 你都写了你的策相 神已经在我生命 写了个计划 在天上 只要我听话 就能入到这个计划 所以我是宝贵的 我们在心中宣估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我不是没有用的 让这个观念一直提升 但很多人说 不是 我读书真的没有用的 我和人交往也不够好 我想说 读书不是我们人生的标准 不是读书不好的人就没有用的 我们最重要的是 听神的话 令到能够祝福人 这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 最长久的价值 就是我们是神所爱的 我就祝福人 而神有计划会使用我的 神一定会使用我的 这样呢 你就会说 我是宝贵的 我可以祝福人 我今天有祝福人 我今天对人有笑 我关心人 我有帮人 神就欢喜了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我不是没有用的 我希望大家 心里面 不要说 我读书不行 我又不懂英文 我又不懂和人说话 不要用这些批判自己 而是说 不要紧要 我的东西不行 但在神里面 我听神的话 神一定会提升我的 所以下面那里也说到 《光临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 神简选世上如绝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简选世上软弱的 叫有强壮的羞愧 神会选那些蠢的人呢 就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智慧的人以为很聪明 但是神告诉他们 你看那些蠢的人 有耶稣 反而他更聪明 所以我们中间那里写什么呢 神体重我 神有奇妙计划 我是重要 我是宝贵的 我不需要和人比较 我不需要自卑 这需要日日去处理 如果你心中感到有自卑 天天去处理 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 不过不要緊 只要我听耶稣说 我祝福人 我生命就会提升 有些人有情绪问题 就是心中藏了很多伤害 很多忧伤 很多不开心 所以有什么事呢 就哭 很凄凉 情绪就爆发 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说到圣灵所结果 之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就是神的同在 就会将平安给我 我就不用整天情绪化了 我可以越来越平安 譬如你容易情绪 神会带给我平安 神是平安的神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来到耶稣有平安的 那些情绪就会放下 我又不用受人那么多影响 不用那么介意人家骂我 不是代表我死的 人家骂我不是一定对的 他不是一定骂得对的 就算骂得对我会改 我改又不是代表我真的没得救 做错事不重要 最重要是尝试去改 做错事人也有的 不重要 心里面就不会因为人家骂他 所以觉得自己很惨 很惨 而且以赛书三十章十五节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原来越多平静越有力量 这样 时事的情绪如何处理呢 就是神一定照顾我的 神一定看着我的 情绪失控会影响关系 不需要介意人可以处理情绪 和神的同在带给我平安 就是说处理潜意识 你发觉生命有什么问题 那样东西就用圣经去处理 我不能够全部都讲完 我只是讲一些例子 当你发觉你的生命容易想起一些东西 当你的生命容易被影响 那样东西就需要处理了 然后就惧怕 有些人很害怕 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不知今次疫情怎样呢 哎呀死了不知我有没有事呢 很多事情都害怕 哎呀他又骂我了 哎呀他不要我了 他又走了 很多事情害怕 诗篇118篇第6节 有耶华说 帮助我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就算人不喜欢我 不要紧要 因为我听神的话 神会保守我的 祝福我的 我们尽力和人和好 不过有些人是很难和好的 我不用被他影响的 然后呢 约1书4章18节 爱女没有惧怕 在神的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你看那些小朋友 有爸爸妈妈妈爱 他说什么怕呢 立即去爸爸妈妈的怀中 我们都可以这样的 我们有什么困难 我立即去耶稣那里 我的心就没有惧怕了 那为什么我不怕呢 因为神胜过一切的问题 胜过人和一切的问题 我爱神 神一定祝福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逐步放下 和处理惧怕 如果我经常害怕 有些人害怕 哎呀隔壁的人不喜欢我了 第一 他不喜欢我 我不会死去的 第二 我自己不受影响 我一样有平安 请他吃一下食物 或者善待他 和他说一下早晨 慢慢那些人就变成你好朋友 我试过有一次 我那时候曾经住在元朗 那里 住在村屋那里 我走過就看到桶桶的水 裝了水和很多蚊的幼蟲 我就把那些水一桶桶倒掉 因為這些是生蚊的 接著有個婆婆走出來 她說 你呀 我的水是用來淋肥的 灌菜 淋菜 你替我倒掉那些水 她說對不起 我不知道是這樣 她叫我給我 裝了水 她說她很不喜歡 後來我們請她吃一種種 吃完一種之後 她對我的態度完全改了 初一開始就很差 很有禮貌 即是原來我們善待一個人 就算他對我們不好 有時候有些人會改 有些人不會改 不過我依然告訴政府 我說那裡有人裝了很多水 养了很多元 林蔡也不用用這個方法 他用一些來賣,不是種田 他用一些來賣,但我覺得不是這個方法 對於我們整個區的人都是很慘的 但我一善待這個人,我們不用害怕人 我自己也會有時害怕 死了,他不是生氣了我,不喜歡我 我們放下這些懼怕 他生氣了我,不能死 神會保護我,只要我聽神的話 神就會保護我 有些人心中很憤怒 有些事情發亂,又罵人 很多脾氣 約拿書說到 四章九節 神和約拿說,你發怒以至於死 不是,他發怒你對不對 他說我發怒以至於死也對 當時大家如果記得 神要祂去利利未成 告訴人們,你悔改,神就會救你 如果不是,四十日內你的城就會毀滅 誰知道那些人悔改 他就很生氣了 我告訴你,神也説懲罰也不懲罰 其實神最初說的時候沒有說到我 你悔改,我就會遺書你 他那裡只是說四十日內 神會毀滅這個城 那些人馬上悔改 結果神就沒有毀滅這個城 他就生氣得不得了 他就起了一個棚 就在那裡,我看看你們的利利未好多久 神就叫一顆種子來到 生了一棵碑麻遮住他 他就很舒服很喜歡 有一天有一條蟲來了 咬死了碑麻 然後他沒有這個碑麻遮住他 他就曬到頭殼頂都痛了 他就埋怨神了 神啊,我很生氣啊,很生氣啊 神說你生氣對不對 他說我生氣到死也對 神就跟他說 在這個經文有說 他說這個碑麻又不是你中 又不是你叫他長大 這一棵碑麻一夜發生一夜死 你都這麼愛惜 何況這個利利未盛 不懂得看右手左手的人 有十二萬這麼多 即是那些小朋友或者很老的人 都有十二萬 那你的居民有多少人呢 我怎麼能夠不愛惜呢 還有有這麼多生畜 神就說你緊張什麼呢 你緊張自己的頭啊 緊張自己的人啊,曬啊 你就辛苦了 那些人死你就不管了 生氣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哎呀,他踩傷我啊 他冒犯我啊,他欺負我啊 都是個我字啊 我受傷啊,我們就生氣 其實不用這麼緊張 損失一些不重要的,不死得的 有些人就很緊張 有些什麼損失就會發生氣了 所以下面寫 人發生氣多數因為得不到想要的東西 我對人又怎樣呢 我是不是對人好呢 人家對我不好,我對人好不好呢 還有我虧待神,神都祝福我 我欣賞神就平靜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怒氣 有不同的方法處理 不過這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總之凡是你發覺裡面 有些什麼潛伏出來的 我們都需要處理 有些人又人際問題 人的傷害 而在羅馬斯15章3節就說 基督都不求自己喜悅 辱罵我們人的辱罵落在耶穌的身上 哇,耶穌真的很厲害 原來人罵我們 一罵到耶穌那裡 耶穌受落我們的傷害 所以中間那裡 我不需要介意負面的人 那些人罵我不用介意 傷害我的人,囚有很多傷害 被人傷害過很多 罵人的人是被罵很多的 他從小到大被罵,所以他經常罵人 所以他很慘的 我就可以看出他 我就可以祝福他建立人際關係 其實建立人際關係 不是找一些最好的人 我跟他做朋友 而是我祝福人 我們自然就有更多的朋友 所以聖經說 不可為惡所成 反要以善性惡 而且因為你們熟基督給你一杯水喝 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不能不得上次 你做在基督徒身上 神就喜悅 我們就建立和弟兄姊妹的關係 但我們也建立和外面的人的關係 幫助他們認識耶穌 就是我們如果人際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 然後這個是自我忠心 很多人自我忠心 你見到小朋友 我想大家都見過 有些女兒哭 小朋友哭有兩種 一種真的肚餓 真的有病 另一種 在茶樓很多時候會看到 有什麼時候 看到他都不是真的哭 他是一種武器 他小時候就這樣哭 他將來長大 一樣是扭人 扭老公 扭老婆 扭子女 扭父母 總之 小時候是這樣 他長大了也是這樣 會操控人 人很多時候就是自我為忠心 馬太十道章二十三節 耶穌跟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罷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要體貼人的意思 原來體貼人的意思 都是被撒旦使用 我們去幫人 照顧人 但不只是說 我體貼人的意思 不理神的心意 我們要理神的心意 不是將人的心意放在最重要 所以中間這裡說 我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如果我經常都想自己 就會破壞生命 我放下自己 反而我祝福更大 我放下自己 我可以幫人 愛人 我祝福更大 我不用那麼受人影響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我們就放下我們的自我 這裏說回如何幫你睡覺 如何好 你的潛式好些 你試一下做 你發覺真的有幫助 你未睡之前 站在這裡安靜祷告二十分鐘 如果你想收到這個祈禱錄音 我有一個祈禱錄音 那些參加過上課的 我傳過給你們 你想要你給我一個電話 Whatsapp 我會傳給你 你跟著祈禱 祈禱內容都是 多謝天父耶穌在愛我 Hallelujah 主耶穌愛我 慢慢你的人很平靜很平靜 一路深信神愛你 然後你上床 上了床之後 放鬆所有肌肉 要學習這件事 由頭到腳 有那麼鬆都那麼鬆 不只是普通放鬆 和專心放鬆是不同的 專心放鬆 只是想著耶穌 你更加容易睡著 如果你晚上醒了 又睡不著 又可以站著 又祈禱一段時間 然後你上床 是更加容易睡著的 即是說 原來安靜的心 是更加容易睡著的 而我們的腦電波 當我們平靜的時候 好的意念 就入前意識 就越來越平安輕鬆的 我們現在用這首詩歌 就是說 神叫我們平穩安靜 大家可以站起來 然後你一邊想著神的愛 我們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 我的心 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 平安静 在这一阵你都平稳安静 放下烦恼 你发觉人更加平静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在这一阵放松 耶稣 你在爱我们 耶稣 你在陪我们 我们可以放下烦恼 放下烦恼 放下烦恼 不需要太介意 很多问题不用太介意 我们轻轻松松做人 可以一步回复医治 我们把心中的忧伤 把我们的不开心放下 把我们的烦恼放下 把我们的烦恼放下 让神医治我们的内心 主耶稣 求祢安慰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的 我们学习这种心情去亲近神 走路搭车 擦牙 洗凉 煮饭 洗碗 耶稣 你陪我 主耶稣 你和我一起 耶稣 你安慰我 你欣赏我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需要你 你祝福我 我们的心平安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无差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安安静 多谢耶稣 和我们一起 求祢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的烦恼 放下我们的不开心 放下以前的伤害 不用介意的 以前的伤害 我们都放手 不要紧要的 不死得的 人家骂我不死得 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放手 我可以平稳安静 我个人就愈来愈平安 愈来愈被医治 多谢耶稣 在耶稣里便平稳安静 我就会被医治 就会愈来愈开心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门 主祝福大家 时时有平稳安静的心 你也可以用这首诗歌 我用这首诗歌 你配很多圣经 都很好 因为他每一句都很长 就是我唱这个音乐 大家也可以记得这首诗歌 是否唱 嗯 音乐行得平安静 我们歌要比转的先 自己歌要比转的前则 恰行得平安静 我们歌要大象 用彎 Says笑 和大家一起轻轻松松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